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大家好 我是今天姐夫猫猫 大家好 我是Rita 哈喽 大家好 我是Fairness 出生于2002 梦想是再战LLP了 好 欢迎姬哥 姬哥也是那个昨天 刚刚结束自己的赛程 今天马不停蹄的 赶到我们的解说现场 这把打完 我们开庭 哦 什么情况啊 这不是 什么意思 怎么还有这种黑子 现在黑子已经到线下来了嘛 那 神秘环节 不是 我看一下黑子 给了我找什么 黑子交给我一张锦囊 他上面说 我打了很多年职业 我们先来清一下 我知道我自己应该有职业 虽然我年纪不大 我知道我应该有职业素养 游戏输了应该多 多找自己的问题 不要找别人的问题 但你确实 怕你超模了 就有你在 我很难找自己的问题 就可能我职业素养 太低了吧 如果你真的想为我们这个团队 我说实话 我真的很想很想赢 我来参加老头杯 我很想打得很好 因为我02年的 我也想继续打职业 我很想老头杯打得很好很好 然后我想打出一点名气 然后我回去那个职业队 我想回去打职业 我还有梦想啊 虽然我几年成绩不好 但我真的还有梦想啊 听到了国际 我们听到了 有个人脸 脸上有点红 不知道是谁 脸红了 很喜欢K神的一句话 别再说 别再说了 孩子们 别再说吧 孩子们 别再说 吉哥自己有没有平时听过 说不敢听 不敢听 那这样 刚才的黑子带来个问题 关于你在训练中说到 我02年的呀 我还有梦想 我还想回去打职业 这三个问题当中 哪句才是真的 不是 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啊 感觉不懂 感觉哪个都是真的 我感觉都挺保真的呀 我02年的 我还有梦想 我还想回去打职业 这样我们换个问法 哪句是最突出的 最迫切的 最迫切的 就是你最想强调它的 我02年的 我还有梦想 我想回去打职业 哪句是你最强调的 就是你渴望 大家真的去 听到这句话的 就三句话里面 你希望大家听到哪句话 你不能说我02年的吧 那肯定是想打职业啊 还想回到职业舞台 对 但是你想 这件老头杯 1-8遗憾出局了 然后这个评分 又从5费 一路降到3费 怎么解几个 闷 闷吗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就借着这个舞台 你看 现在坐在了一路的流里面 有没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 或者沉浸一下自己 就可能现在有点想哭腔说了 想哭腔了吗 就是来点戏 怎么说 你表达点 就是内心的那个真实想法 你说的内心的真实想法 就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会怎么做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其实还是说的那句话吧 还是那句话 就可能 那个输了来 也只能两个字 只有两个字 我懂你意思了 吉哥 好 没关系 我们收拾情绪 对吧 毕竟现在吉哥已经坐在这解说席 对吧 而且我们也把 就是我们的祝福送给吉哥 就希望夏季赛也好 或者明年也好 快速看到你 回到我们的赛场 对吧 谢谢大家